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家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现在这个到底俄军参谋长 他有没有事啊 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亲赴乌冬前线 据传右腿臀部被炮弹击中 赶快回俄罗斯去治疗 那结果你知道美国国防部又说 无法证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他有没有受伤 美国会不知道吗 美国有没有在装傻呢 因为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是 之前说莫斯科号怎么了 美国好像说他没有什么情报 结果现在又这么说 他们这个俄国的参谋长 让人质疑说 这是不是又在演戏了 其实美国已经告诉我们他知道 因为他说他不知道 这一个格拉西莫夫 到底有没有受伤 可是呢 他知道格拉西莫夫去了顿巴斯 所以他也他的行踪都掌握 如果有这么的清楚的话 那美国会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吗 这一次过去他们乌克兰 因为这是乌克兰国防部目前单方面宣布说 他们把他击伤了 那格拉西莫夫到底有没有被击伤我不知道 可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有采取对他相关攻击行动 因为据说他们的指挥中心附近被被炮火攻击 然后这是乌克兰讲的啊 所有超过20名以上的重要的指挥官 指挥的军官受伤或是死亡 那这个绝对不是乌克兰单方面所能够进行的东西 那如果有可能的话 绝对是美国跟北约提供的相关的情报资讯 甚至帮他们做标定 他才能够进行这样的竞争打击 那所以我觉得美国其实现在否认这些 我觉得意义也不大 因为他自己几乎等于已经承认 就是乌克兰在整个战争期间中的 所有的情报几乎都是美国跟北约攻击 这是非常明确的嘛 因为乌克兰过去没有这样的情报能力嘛 那现在为什么他突然之间有呢 很想就是美国攻击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当然知道 发生了某一些状况 甚至我怀疑某一些攻击 甚至是由美国操作的无人机进行的攻击 而不是乌克兰自己的装备进行的攻击 只是美国怕惹起就是俄罗斯更强烈的反弹 所以他不愿意去承认这个东西而已 对啊 因为你美国来操作无人机的话 就是美国直接在对付俄罗斯啊 你在跟俄罗斯开战吗 对啊 那你又说没有啊没有 是乌克兰跟俄罗斯在开战啊 这些人可以是佣兵啊 是 对啊 这些可以是佣兵啊 是 那介大使 那你看像现在好 我们看到大陆的这个腾讯网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标题啊 是说俄乌冲突第69天 俄国指挥中心货备一锅端 这里面呢就提到了说 乌克兰自己是没能力办到这些的 所以背后必然是有西方情报的支持 这个就是刚刚这个韩兵之前讲的嘛 是不是你在背后有什么 这个坐标设定好了 然后才能够让乌克兰精准打击呢 美国是不是真的有参与呢 如果照这个标题所谓的被一锅端 那是你的看法 你觉得可能性大不大 我觉得只有美国有这个能力做得到 因为高层的指挥人员的动向 那么全世界最有最厉害的情报机构还是CIA 对另外它有这种科技的侦查能力 天上那么多人造卫星 对它也有它的情报网 所以其实这个指挥官啊 就是说参谋长都被掌握行踪 其实俄罗斯应该好好查明一下 要不然这个战争打下去很危险 那就是说你已经被打掉一个莫斯科号了 那乌克兰是乌克兰事实上 基本上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尤其在定位 这方面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那居然可以办得到 那可是问题就变成你这些东西 都是这种情争间的问题 你很难掌握住这个掌握住证据 你要有证据才行 路透社发的新闻就是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 甚至有一点就是挑衅意味 他说我们 他说引述一个美国军方的 不愿意透明匿名的一个人讲 他说我们是知道他在哪里 可是我们是知道他有去那边 可是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受伤 这什么话 重点在他知道他在哪里 对不对他受伤 你知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你知道他在哪里 这一点就已经很恐怖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就跟以前 就跟那个莫斯科号被集成一样 对 美国也是知道我知道 可是跟我无关 所以这个我觉得 美国真的涉入非常深 美国因为当然他提出来 这个330亿美元的 这个还没有通过 但是他已经提出来了 这个细节里头有非常多 就等于是让乌克兰完全可以 就是有很多各种的工具 来对抗俄罗斯 那可能也影响到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了 可是如果我们从这些来看 就是说美国是不断提供 所以武器等于是让乌克兰 泽伦斯基可以继续跟俄罗斯缠斗下去 所以普丁才会说我现在不是跟乌克兰打仗 我现在是跟美国跟北约在打嘛 就是提供了这么多 那他们发表的声明 就让我觉得说 今天美国其实就是想用这个战争耗掉俄罗斯 然后除去一个潜在可能是中国的盟友 其实他们两个也不是真的盟友 但是潜在的盟友 然后让中国变成一个孤立了以后 那未来再打击这个中国 所以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一个 就是我们讲说 面对了新兴霸权挑战既有霸权的方式 就是我先把你可能可以结盟的这个小弟 另外的先打掉 老二跟老三可能会来挑战老大 所以先把老三打掉 让我可以觉得我可以打掉老二 我觉得这个是大概黑帮的做法都是这样子 那美国现在态度就是 为了不让中国崛起 我先把俄罗斯给打掉 让中国连一个盟友都没有了 从这种情况之下 他用这种正义 西方这种自我自以为一的眼光 来认为说乌克兰多勇敢多怎么样 那我回头去想美国所有的这个支持 二次大战的战争也好 他们过去也曾经讲过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波兰被这个希特勒病吞的时候 哇他们对波兰因为美国有很多波兰移民 又讲到说多勇敢的波兰人可是马上就被灭掉 他们也没有再来不及进去嘛 那美国会去鼓励这些其他国家参与战争对抗 鼓动他们的情绪让他们觉得说他们很勇敢很爱国 可是牺牲着他们自己 那美国人到现在为止我看也没有想要上战场 就不断丢武器而已 那丢武器当然其实对美国来讲也是一大伤害 可是呢他觉得说我伤害的多伤害的没有俄罗斯的离开 所以我可以把俄罗斯透过这个战争可以拖垮 我觉得这个是他不断的提供武器最主要的原因 可是加大使也这么看吗 而且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拜登不就是要拉抬自己的民调吗 选情告急啊 其中选举可能很难看啊 不知道会不会惨败啊 所以现在呢要靠这个来什么 一鱼两吃一石两鸟 我觉得拜登根本就狗急跳墙了 狗急跳墙 现在这个时候跑去兵工厂去那边作秀 你不是就是一个 你不是就是一个 你就是一个武器的推销商吗 你就把你自己的角色完全暴露出来 在国际社会上来看起来的话 你就是一个什么战争的贩子吗 你这么一跑去武器工厂在那边 在飞弹工厂 这飞弹工厂正好在人家的土地上 正打得下下轿 而且美国的CNN还在质疑 很多可能会流入到这些黑道分子 这些恐怖分子 这些里面 你跑标枪飞弹的工厂去做什么 表示他们这些人老鼓功高吗 可能是因为之前都在质疑说 美国因为已经提供了 用掉了三分之一的都给乌克兰了 剩下来的怕美国自己还要用的话会不够 所以现在是要加开生产线了吗 赶快就在那边说没问题 这些工人当然是给他这种起立鼓掌 三次都会不值的 因为他是替他们招来大量生意的 真正他们真的要感谢 就是感谢拜登这种政客 因为他们在海外都 成功的促成一场战争 让他们的产品大卖大销 未来的股票他们这些工人都有股票的 公司的股票也要大涨 那你这一切都建立在乌克兰人的血泪上面 乌克兰人现在我今天看一个 看一个俄罗斯报导 那个拉利维夫 一个很好的小学 现在只剩下四成的小孩子还在上课 那个地方没有战争 另外六成跑哪里去了 都出国了 都跑掉了 然后利维夫变成他们就说 你剩下这么多空位 是不是别的地方乌克兰的难民 来到你们学校来上课 他们正在考虑 乌克兰老百姓现在是过这种日子 你在那边制造 你在那边跑到兵工厂里面去 这个实在是就是说 真的我觉得制造战争的人 应该最不道德的 可是他们这些人就是在干嘛 就是还在这边还要沾沾自喜 还要人家给他掌声 你买雾化器呢会送你水神 那么家里面 八瓶以上的五到六瓶的 或是小瓶数都有不同的选择 它的雾化时间 大概从四个小时到八个小时不等 怎么买 快点购 QR Code扫一下 记得哦 帮我输入CTI285 这是我们辣碗报的团队代码 我辣碗报的团队代码 我辣碗报的团队代码 我辣碗报的团队代码